日本人戲女團奶木版 46 剛完成上海演唱會後 成員齋藤飛鳥就單拖來到香港 宣傳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被日本網民封為被神選中的美少女齋藤 掌上可愛清純又有混血兒的高顏值 這次出現日版的沈佳儀都十分備受期待 這一日債藤來到香港 都獲得大批粉絲到場接機 他在六位助手隨行下步出接機大堂 粉絲立刻以尖叫聲迎接他 雖然助手拒絕被粉絲和傳媒拍照 場面一度有點混亂 沒有拍照 沒有拍照 他在前面停一停給大家拍的 但一向疼粉絲的齋藤 最後都決定停下接受訪問 任影不生氣 還一一回答粉絲的問題 還要拍照 那下次的電影 會打算挑戰什麼角色呢 已經沒有拍照 沒有還沒有示範 但這個的電影 還沒有拍照 只要是天下 也不誇張 借り上 是 正如一天 其他電影 《電影》 《今天也顯示》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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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